看一部电影提把为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部催泪爱情短片 物中小站 清晨时分 务所都会 晨起上班的人们戴着口罩 穿梭在冬日撂翘的寒风之中 这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 秀极斑斑的公交站牌 成为了乌鸦的落脚地 车水马楼的闹市中央 有一个破旧的小车站 一位老人停住了脚步 缓慢朝那个腐朽潮湿的长衣走去 老人拿出了怀表 还没有到七点 凛冽的寒风总想把他的帽子吹走 他从口袋掏出了一根烟 正要点火的时候 帽子又听风使唤了 老人把帽子使劲往下拽 以为这样就可以戴得更稳 可是还没有坚持几秒 帽子已经被风吹落地 老人捡起了片刻 一位年轻的小伙 挡住了他的视线 一转身的功夫 周围的环境都变了 老人并没有表现出诧异 而是安静地看着小伙 跑到了女孩面前 小伙为自己的迟到感到不安 女孩却默默地 给他戴上了新买的帽子 仔细调整了一番 车子倒了 他们一起去往了下一个目的地 那时候的小站还很新 大巴每一次的停留 成为了女孩和小伙 故事的转场 把他们的爱情 分成了不同的阶段 这一次见面 小伙和女孩求婚了 空中飞机发出的声响 打破了森林的这份宁静 小伙和女孩 一一不舍地在小站分别 这次 小伙是要去往前线 保家卫国 他再一次抱了抱女孩 转身离开 女孩怀有了身孕 那一天小伙离开后 他驻留原地了很久 从此之后 他便每天来小站 等待小伙回归 不管刮风下雨 春夏秋冬 时间流逝 当孩子都可以走路的时候 女孩终于等到了小伙回归 长期的思念 都在拥抱中得到了寄托 老人就像个旁观者一样 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他们就像 这对站在站牌站的小鸟 拥有着美好的幸福 可惜好景不长 一次意外 让其中一只小鸟死了 小鸟的故事 就像是提前预示了 他们接下来的不好遭遇 那时候的小站 周围已经没有了数目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生产工厂 而小站也没有了之前的牢固 他开始漏水了 当产机推到最后一棵树木的时候 女孩的大巴车也到了 只是没想到那一天的分别 竟然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小伙做回了成椅 身体完美地和老人重合 其实老人就是小伙 小伙就是老人 一睁眼只是老人在回顾医生的走马灯 他打开了怀表 时间回到了六点 是坏掉了吗 不知道 帽子怎么又戴不上了 呦 原来头上长了个光圈 难怪会戴不上 漏水的地方都已经结冰了 今天的雪真的好大啊 终于等到了车 可是车上下来的人却让老人睁大了双眼 是他 原来那个女孩一直在另一个世界里等他 这下好了 他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物中小战》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2015季的毕业作品 清晰智语的画风和法国慵懒的小调 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缓缓到来 情侣的爱情是故事的主线 沿着主线出发却又感受到了战争年代的分别无奈 和小战周围环境的变化 从繁茂的植被到生产工厂 再到高楼大厦 小战不仅见证了这对情侣的爱情 还见证了整个时代的发展 甚至是环境的不断恶化 即便身处的时代在瞬息万变 可是故事的男女主角 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却始终如一 这才是影片最想表达的东西 这也是情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始终如一 希望你们也能做到 例如始终如一的支持唐四领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更新的动力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了